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定要来收看老船长的节目就对了 那么为什么我要做这样的一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投资人每天看太多的节目 看到最后都会发现这些事情都已经讲过的 对不对 那还需要他们来讲吗 对你没有帮助啊 像今天礼拜五 这个收盘之后放假了 你心里面在想 下个礼拜一开盘怎么办 下个礼拜的操作又如何 想看看一些节目没有用 因为你看到的都不是预告的节目 所以这唯一的一个节目 请大家支持珍惜 那我也很用心的跟大家来做报告分析 首先我们小回顾一下 上个礼拜五老船长说什么 我说下个礼拜 AI反弹 你要站在卖方 对不对 那这个礼拜是不是AI有反弹啊 老船长反弹幅度一咪咪啊 那也叫反弹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预告的时候 我就特别提醒大家 提醒什么 不管这个反弹 有没有让你解套 你都得卖啊 你不要跟我说 你伪创买156的 你要等解套 那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是不是 当然 You're a teacher 你的老师 他会跟你说 哎呀 2月30号 主脑袋就解套了 是不是 那是不对的 本来操作股票 你就要颜色停损 假如你买156的伪创 到今天你还抱着 那基本上 要不是你的老师不及格 就是你不及格嘛 是不是 我们看过很多股票 跌着跌着就下市啊 当然我不是说伪创会下市 我要讲的就是 你要颜色停损 连巴菲特股神 他买了一大堆的波音啊 那时候疫情的时候 他砍在阿呆谷啊 一样的道理嘛 但他今天又复活了 是不是 好 那么 果然在这个礼拜 AI有小反弹 那你是不是要站在卖方 那你站在卖方的话 你现在这个周末假日 你很轻松啊 为什么 因为后来AI又继续跌嘛 跌到今天还在跌 对不对 那下个礼拜呢 我认为还要跌 老船长为什么 我现在就要预告下个礼拜啊 对不对 下个礼拜的行情啊 你记好第一件事情 在今天礼拜五哦 哎 中国发生大事情 干什么 上证指数跌破三千大关 哎 事隔多久 又再度跌破三千大关 那为什么中国股市会跌破三千大关呢 很简单 中国的房地产挂掉 对不对 拜登拜老头 禁止AI的高阶晶片 卖到中国大陆去 他就是之前又打华为 那中国经济本来就已经不好了 然后再加上美国的怎么样 打压 然后外资的逃脱 哎 外资撤离中国大陆 你想想看 那股市有没有 他大量的卖 当然就把中国股市一路卖下来了 对不对 经济不好 股市也不好 那会不会影响到我们 你觉得你认为呢 当然啊 对不对 我们 我们多少出口啊 一年 这靠中国大陆吃饭啊 是不是 那边 经济不好了 对不对 通货紧缩了 那怎么跟我们下单啊 所以台湾的股票 一定会受到影响 你说老船长 AI影响不大 我告诉你啊 很多的电子股 他AI的成分 只有1到20%而已啊 他剩下还是传统的 比如说PCB的股票 有人说是怎么样 AI 但是他主要是PCB啊 那你要销到中国大陆 会不会受影响 当然会受影响嘛 所以 也会跟着下跌 听到没有 中国股市破3000 刚刚那些 BLABLA 12345 我们会跟着跌 再来呢 美国股市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欺商权啊 美国打中国 自己也挂掉 为什么 你看光最简单的嘛 黄仁勋自己都承认啊 哎呀 这个晶片啊 高阶的这个晶片啊 禁止啊 输到中国大陆去 对于灰达 或是AMD的这个业绩影响很大 差不多两成啊 那各位观众 营收EPS就要往下修正啊 对不对 那你美国股市也要跟着跌啊 那美国股市一跌 我们又跟着跌啊 所以全球大家一起跌 这哎我讲的不是开玩笑的哦 好 所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下个礼拜会继续跌 那会跌到哪里呢 你记一个数字啊 15,912 大概抓这个数字 换句话说 16,000点下个礼拜是有机会跌破的 干什么 他要补台北股市的第一个跳空缺口 那今天啊 礼拜五对不对 哇 互盘基金拼命的拉啊 留了很长的下影线 其实那个下影线的最低点 就是第二个跳空缺口 这个大家都看得到了 自己去看 那么 这个下影线我觉得没有意义啦 还是要再怎么样往下走的 因为这个世界的趋势 就是股市要往下 那下个礼拜跌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可以进场买呢 那这个买个股的事情 就交给古海老船长 懂吗 那你如果参加会员的话 当然我会带你操作 那我现在举几档股票 给各位看一下 让大家心服口服 首先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是大盘 有没有 各位看一下 大盘现在在王冠黑 换句话说 大盘的短线又翻成空方走势了 你整个来看的话 这全部都是套牢 这全部都是套牢 明白吗 那这个再往下破 几率是非常大的 我把这个线拿到你就看到 这个长长的下影线 就是护盘基金 它的怎么样 今天用力的护嘛 那没有用了 我觉得这个还会再破 这个低点就是台北股市的 第二个跳空缺口 那再往下走破一万六 就是第一个缺口 我认为应该会来补 原因不用再讲了吧 刚刚讲的那么清楚了 对不对 好 我们现在先来看几档股票 顺便印证一下 我们的王冠AI系统 准确度高不高 好 来首先我们看2301的光宝 各位看到没有 光宝这么长的时间 全部都是在怎么样 王冠黑 那你没有安装这样的系统 你在那边加码 摊平 越摊 越平 系 对不对 那这段时间 你浪费你的资金 浪费你的时间 在这个上面 你所得到的就是 越套越深 四个字 对吧 老船长我没有光宝 没有关系 我知道你没有光宝 你应该有音乐达 抓到了 一样 各位更惨 看到了没有 如果你有安装 我们的系统的话 这一段时间从头到尾 你不需要去参与音乐达 我管它是什么 题材怎么样 那个都不重要 请问一下 你现在桌上 有没有安装我们这样的系统 这个叫决策系统 它不是关盘 决策系统就是告诉你 什么地方可以买 什么地方不可以买 懂吗 好 我知道 接下来你要讲 你也没有音乐达了 那你总有怎么样 嘿嘿 技嘉 各位看到没有 也是在王冠黑 这样的一个范围内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就快速的看 广达 看到没有 王冠黑 对吧 指挥棒这边 再来呢 2421好了 见准 王冠黑 再来呢 3231最多人套牢的 伟创 王冠黑 是吧 还有呢 比如说3693 银帮 王冠黑 好 还有呢 3017好了 齐鸿 王冠黑 然后呢 3324 还是 王冠黑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3483 这次是什么 哇这次不一样 立志 只有他勉强 还王冠红 对不对 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什么呢 8210 秦成 王冠黑 好 再来呢 最后一档 6274 是不是 6274 那么台药 王冠黑 所有的AI 几乎都是王冠黑 那AI先叠下来 我在这边 我在预告一样事情 就是 细光子的股票 写在脸上 细光子 因为AI题材炒完之后 AI挂掉 对不对 就炒细光子 那细光子呢 代表的 我举两档 来 3018 各位看 这是什么 这叫联雅 3018的联雅 这也是叠鼠轮 看到没有 拼命的叠 细光子 公司有没有赚钱 没有赚钱 对不对 大家拼命买 没有安装我们的系统 你就要怎么样 对 走向归零高之路 再去工作 六年 再一档 3363 各位 上全 最近很夯的 已经翻 王冠黑 跌了黑了 这些股票 因为都没有赚什么钱 完全炒题材 会跟AI一样 跌下来 懂不懂 我先预告你 你不要说 老船长马后炮 我上个礼拜 预告这个礼拜 AI反弹要逃命 站在卖方 结果准 你没有卖的人 今天礼拜五收盘 你现在报的AI 已经不是BI了 接下来就要截AI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觉得 10月13号 我节目开播的第一集 你看了我的节目 你在这个礼拜 把你的AI 对不对 站在卖方出掉 请问这个周末假日 你会担心 害怕 难过吗 应该不用吧 对不对 那我现在在预告 就下个礼拜 大盘要往下灌 对不对 来补第二个缺口 第一个 应该算第一个 比较 我们这样算 比较下面 就是16000点 会刚好跌破 然后呢 个股方面 AI会继续跌 再加上 细光子 好了 那么这一集节目 这样看下来 你认为 第一件事情 我们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如果你觉得 你以后操作股票 你用一个这样的操盘软体 来帮助你 对不对 省去很多套牢的时间 和金钱 你觉得好 你就打 0800 555 808 这一套系统 免费送给你 当然啦 你必须是我的会员 对不对 老船长 这个很难安装什么 我都不会 你不用 你就在你家房间坐着 把你的笔电 或是电脑放在桌上 我们的怎么样 服务人员会跟你电话连线 自然我们会帮你安装 现在远端 就可以有这样的科技 直接帮你安装 你的电脑在你家 我们可以进到你的电脑 帮你安装的 好好的 那么你就很期待 每一天赶快开盘 拜托 为什么 你会从猪脑袋 升级为 一秒钟 你就是股神 因为刚才没挡股票 你就看一秒就知道 能不能买了 那没有办法诈骗 那你以前不是 这边好像跌得够了 好像跌生了 好像可以买一点 还可以加码 还可以摊平一点 最后就死掉了 对不对 这种事情以后 拜托 不要再发生在你的身上 我希望 那么你要买名车 要住豪宅 我认为那都是指日可待 因为你靠的是什么 这个 王冠AI的智慧操盘系统 是靠科学 不是靠你的老师 Your teacher 在那边一下子怎么样 多的时候就空 就涨到外太空 跌的时候就说要跌到怎么样 土魯犯挖地 阿呆鼓 不要这样子 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好吧 那么我的预告 大家在下个礼拜五 我们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来印证 大盘是否在破底 还有AI是否续跌 以及细光子 有没有补跌 那么最后 还是那句话 打080055808 干什么 把这套系统 在这个周末假日安装好 下个礼拜 你会发现 你不再是一个 猪脑袋散户了 你就是股神 感谢各位收看 把我的这个影片 转给你的亲朋好友看 我们下周五再见 拜拜 拜拜 本公司友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